星期三,兩黨國會參議員再次提出一項禁止國會議員交易股票的立法,國會不應該是賺錢的地方。 密蘇尼州共和黨國會參議員霍利星期三在國會山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國會議員沒有理由利用只有他們才能獲得的信息獲利。 道德專家表示,國會議員獲取的信息令他們有可能在投資上獲得不公平的優勢。 星期三提出的修正案將立即禁止國會議員夫總統和總統購買股票和其他涵蓋股票的投資, 並且將給予議員九十一的時間來出售他們的股票。 關於總統拜登健康問題的討論近日越演越烈。 根據新聞網站ASOS星期三報導, 由共和黨主導的眾院監督委員會已經向三名白工作手發傳票, 要求他就拜登的身體健康狀況出庭取證。 拜登在6月27日辯論中的糟糕表現,引發了對他健康的質疑。 報導指出共和黨人採取發傳票的方式,顯示他們決心調查拜登最核心的幕僚, 是否隱瞞了他的健康狀況。 中院監督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國會眾議員訪募向三名白工幕僚發出傳票, 分別是第一夫人的最高助手帕納爾、白工庫幕僚長托馬西利 以及高級顧問威廉武斯。 ASOS的報導指, 這三人都是低調但非常有影響力的白工官員。 來自紐約州的民主黨籍國會眾議員阿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斯 星期三發表聲明,彈劾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 以及穆遼爾·阿里托過去一年多,這兩名大法官因為爭議行為一直受到公眾審視。 奧卡西奧科特斯在聲明中寫說, 大法官托馬斯和阿里托在處理重大案件的時候, 儘管有證據表明他們和這些案件有利益衝突, 但他們都是拒絕迴避。 他們的行為對美國法治和民主完整性構成嚴重威脅, 這是彈劾他們最明顯的理由。 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三宣布日漢對歷史一年的關鍵承諾兌現, 他表示美國製造的F-16戰鬥機正在前往烏克蘭途中。 布林肯在北約公共論壇上發表講話, 預計這些戰進的戰鬥機將會在今年夏天保衛烏克蘭的領空。 布林肯在一份聲明中說, 這些戰機今年夏天將會在烏克蘭上空飛行, 已確保烏克蘭能繼續有效地防禦俄羅斯的侵略。 布林肯沒有說明這些從荷蘭和丹麥派往烏克蘭的F-16戰鬥機的具體數量, 來自華盛頓、海鴨和哥本夏根的一份聯合聲明 沒有透露其他細節,以保障行動安全。